这些年各大技术公司都出了一些针对高尔夫球的飞行轨迹分析的一些设备 贵到那几万美元就是我说的是个人应急的贵到几万美元便宜到一两千块钱都有 怎么说呢对个人自己的基础提高吧应该都是有一些帮助 最好的应该说是叫Trackman现在比较专业一些的人士都在使用 大概我记得当初十年前是两万美元吧一套下来大概两万多美元 它一直被认为呢是这叫Launch Monitor的标准 现在很多人呢新出的设备呢都拿自己的数据跟它来对比 我觉得真是大可不必因为你到底比如说你的那个球啊 是左旋右旋啊倒旋有多少造成了你现有的球的飞行轨迹 这到底是三千五的倒旋还是四千二的倒旋造成了这样的效果 实际上对人来讲是没什么用的 你只知道这个这样的旋转给你造成了这样的飞行轨迹 那就完全足够就举个例子说吧一些新移民到中国的到从中国来吧 比如说到一些超市去买东西他在打听完价钱以后总有个习惯 这个折合人民币多少钱这个你又不拿人民币买它对吧 你管他折合多少钱呢三年五年以后就没人干这个事 非常令人振奋的是前年 革命出了一个R10 Lunch Monitor就是怎么说呢 Lunch Monitor咱们叫球技分析器 监视分析器 它的价钱呢才只有千八块钱 但是它的数据呢完全覆盖我现在想象的数据 从干面速度 干面方向 干面角度 到出球速度 干面速度 起飞角度 左旋速度 侧旋速度 倒旋速度 全部都覆盖 我能想象的到的数据它全覆盖了 而且呢我也没必要拿它跟Trackman去比 因为一般多数人来讲一直知道拿到的效果一样 就像你加币买的东西 你觉得好吃就行 或者你觉得好用就行 而没有必要你把它还原成人民币 都成一个拿一些东西来困扰自己 就说你要是花了这个一千块钱呢 我估计肯定没有Trackman精准 但是足够了 你知道它左旋旋成什么样 右旋旋成什么样 倒旋怎么让它球能停在国领上 甚至往回走往前走多少往回走多少 你到底是三千还是五千 这个数字太像科学家 人太像科学家就没有重大的意义 还有一点呢 这个Garmin R10我比较喜欢 它是不适用的照相技术 它的主体技术使用的雷达 所以呢就没有太多的反光 不怕白天啊阴天啊 就一句话吧 照相设备它们必须搁在一个小黑屋里面 这样的话呢就没有太多的反光 阳光的反光来破坏你的分析效果 看看吧 待会儿如果我是能做得好的话 我就是做一下测试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整体的应用 希望呢我们的球友们 以后也会引发这个设备 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球技 这么多的反光 这里按过而已 再做一遍 帮助我们的球技术 下当前我们的球技术 如果我们发展计рен计 我们的球技术 看 下当前我们的球技术 即使你 在背景能够的游位 这个球技术 是有转盘的 I can do that to my touch I can do that I could do that I don't know what it is I can do that I can do it I can do it 好嗎?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